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年多起暴力犯罪 2019年2月因为酒店经纪公司互相抢小姐 名人会进到永胜公园 卢走两人殴打后丢包细致 手上有刀而且有人有枪 所以我都怕他们真的如果一个不小心把我们给弹死 或者用枪打死了那就没有了 差点死在乱刀下 惊险逃脱的肉票是罗塔集团公司负责人朱杰林朋友 名人会为了七千八百万 四十多名扼煞在中秋节强行压走两个员工 不但用哑铃砸他们腿 还用剪刀刺脚相当残忍 报警一桩又一桩 名人会还因为不满经纪公司员工跳槽 跑到竹连雷塘的公司杂点 当时警方很快到场 有人手中棍棒还紧张到甩出去 咖啡包二十九包没定五十七片 另外就是五四刀跟开三刀 目前总共是带回了十六个人 包括祖贤 又是杂电又是掳人 警方长期搜证 掌握名人会犯罪事实 一举江堂口歼灭 三十斗是王家和安特报导